朋友们好 今天我们共同探讨一下万经诸王道德经 我先问几个问题 道德经是谁写的 是吗是不写的 它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必须学习 道德经 如果你先进入传统功夫的武术健堂 就必须学习道德经 道德经又叫老字 它是谁写的 什么时候写的 众说纷纭 按照历史学家司马迁说的 道德经是老字写的 兴礼 明儿 是当今河南省楼一县人 他的道德经分前后两部分 先是德经 后是道经 五千语言 八十一章 道德经是什么试诺的呢 内功学家说 道德经是讲内功的 能拿出具体的语言 章句 经济 经济学家说道德经是讲经济规律的 军事家说道德经是讲打仗理论的 政治学家 政治学家讲道德经是治国之道 我学道德经 主要重视道德经中讲内功和讲内功原理的部分 为什么大家都说道德经是这个深恶 因为道德经讲了到这个万物和世界的根本规律 既有一分为二规律 也有何为一规律 他的核心是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万物父亲一抱羊 冲启一为何 最早 其中来让我学道德经的是我西安长安大学的恩师 商纪教授 也是我认态度 他说宝国 你一定要学习道德经 我最喜欢的是两部书 一部是毛孙思卷 一部是道德经 我当今时间有两件事 对我一生 有很大很大的中生授与的好处 一是 师部 政工科 办了一个两个学习班 就是时间和矛盾的学习班 每个团 这首一名战士 我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两日学习班 第二件事 就是 73年到75年 这三年期间 我们不对 传训 我参加了 传户局的第四训练 培养了我 勇王之前的精神 学习两论 那么培养了我正确的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的方法 直到脑袋是讲的 不是拍的 不要听风 就是雨 这就是我要给朋友们讲道德经的原因 请朋友们和我一起 一步一步 一句一句的探讨 分析 研究 道德经的 原句